以朽素衣罪狂物 一所烟雨任平生 大家好 我是大侠九徒 世间万物皆有阴阳两极 且阴阳相互交调 变化不止 金庸先生的小说中 武功众多 有正邪之分 兵器虽然没有正邪之分 却有黄黄大气和诡决阴暗之分 黄黄大气者 一剑出 百兵臣服 诡决阴暗者 杀人与无形 他们往往长相奇特 区别于世间常用兵器 今天九徒就来盘点下 金庸笔下造型奇特的 十大奇特兵器 十 鸳鸯刀 鸳鸯刀一短一长 长的叫鸳刀 短的叫央刀 两刀金光闪耀 淤泥不染 鸳刀的刀链上 刻着忍者 鸯刀上 刻着无敌 合在一起 便是 忍者无敌 这便是此刀 所隐藏的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 此刀原是 袁冠南和萧中会两家所有 他们两个的父亲 被清朝皇帝所害 鸳鸯刀 辗转被袁冠南所得 袁冠南和萧中会 用这一对宝刀 配合以 林玉龙 任飞燕夫妻两人 所传授的夫妻刀法 心意相通 一进一退 一手一攻 配合得 天衣无缝 他们初学此刀法 就把大反派 卓天雄打上 可见鸳鸯刀 配合夫妻刀法 威力之强大 可谓是 无人能敌 九 冷月宝刀 冷月宝刀刀柄上 用金丝银丝 镶着一勾 眉毛月之心 顾名 冷月刀 把此刀刃扭口 只露出半尺 以剑 冷森森一道 清光积涉而出 待那刀刃拔出窍来 寒光闪烁不定 端的是一口 绝世神兵 大侠苗人凤 知岳父男人痛 在江南作官 捉到了一名 江阳大盗 从大盗手中 缴获此刀 一群武林高手 想要夺得 男人通的宝刀 幸好被苗人凤所救 苗大侠也因此 而中毒受伤 后来 男人通的女儿 南兰 和冷月宝刀 都归了苗人凤 苗人凤 将冷月宝刀 埋在了 胡一道 夫妇的坟前 以祭奠 其英领 后来 胡一刀的儿子 胡飞 在父母坟前 被田归弄 带人围攻 眼看不敌之事 被南兰告知 坟前埋有宝刀 胡飞挖出宝刀 配合自己的家传绝学 胡家刀发 力敌众人 才保住了性命 冷月宝刀 是苗人凤 和胡一刀 有情的见证 因此 最终胡飞 又将此刀 埋在了 父母坟前 八 冰破银针 冰破银针 其实是 御风针的 另外一个版本 御风针 为金针 冰破银针 为银针 李莫愁被 割出玉女派后 自己有一番寄予 炼成赤炼神掌 等歹毒招数 将御风针 以更猛烈 毒药催炼 并将金针 改为 更无影无形的银针 冰破银针 毒性猛烈 杨过小时候 仅以冰破银针 拨弄蚂蚁 蚂蚁都死了 自己手掌中毒 幸得 欧阳风解救 按说 冰破银针 比御风针 更毒更隐秘 但之所以 把它排在 御风针之下 只因当年 林朝英 心肠柔弱 且武功高强 不亦以霸道 暗器伤人性命 不屑于 用银针这种 无影无形的暗器 于是以金针为暗器 来去光明磊落 故而 欲风针 境界更高一层 伤人 而不杀人 制人 而不害人性命 七 金轮 金轮法王 原有金银铜铁针 五支轮子 作为兵器 因为他的武功太高 只用金轮 就已经的 击败对手 因此 尔德明 金轮法王 他的武轮 大转之方 威力巨大 权力施展时 将轮子 制出公敌 五支轮子 随制随机 接了后 又加力制出 五支轮子 运转如飞 来回往复 令敌人 防不胜防 金轮法王 携带他的金轮 出任蒙古国师 驻蒙古大军 攻取襄阳 与中原武林人士为敌 他的金轮 威力不凡 为他立下了不少功劳 但是曾经数次 被杨过等人 打掉打坏 不免有些 名不服事 六 金蛇剑 金蛇剑形状 甚是奇特 整柄剑 就如是一条蛇 盘曲而成 蛇尾勾成剑柄 舌头分叉则为剑尖 此剑金光灿烂 握在手中 甚是沉重 此金是黄金 混合了其他五金所著 剑身上一道血痕 剑尖两刹 既可窜刺 亦可勾索敌人兵刃 倒脱携戳 皆可伤敌 夏雪衣欺骗了五毒教 圣姑和洪耀的感情 在五毒教中 偷得此剑 在江湖上 闯下了金蛇狼君的名头 夏雪衣死于 华山一个石洞中 机缘巧合下 被袁承智找到了他的金蛇剑 修炼了他的金蛇剑法 写此剑帮助李闯王抗击清军 立下了不少功劳 五打狗棒 打狗棒是丐帮历代相传的信物 质地柔韧 棒身绿营 又名 绿玉杖 打狗棒自丐帮第一代帮主旗 传承数百年 是丐帮中权力的象征 丐帮的三十六路打狗棒法 变幻莫测 精妙绝伦 历来是前人帮主 传授后人帮主 外人想要学得打狗棒法 几乎是不可能的 黄荣接任丐帮 第十九代帮主 在丐帮军山大会 曾用此棒法震慑萧小 大显神威 杨国机缘巧合 经红七公和黄荣 传授此棒法 曾力斗金轮法王 就得黄荣 等人脱险 四 生死符 生死符是天山通老 所用的一种暗器 此暗器乃是利用酒 或者水等液体 逆运天山六阳掌 把纯阳内力 转化为阴寒内力 从而使液体凝结成冰片 用北冥真气 射进人体穴位之内 中了生死符的人 将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顾名生死符 天山通老利用生死符 控制了三十六栋 七十二岛的 众多岛主洞主 令他们不得不听命于 灵鹫宫 后来天山通老 把此功夫传给了虚主 虚主给丁春秋 种上了生死符 报了玄难大事 和乌鸦子的大仇 生死符威力不凡 令江湖中人 闻风丧胆 只是虚主宅心人后 自丁春秋之后 再也没有用过 三 绣花针 绣花针一般是女子绣花所用 作为兵器使用 实在有些 耸人听闻了 不过在东方不败手中 其威力丝毫不若于 宝刀宝剑 东方不败 修炼葵花宝典多年 早已炉火纯青 他手持一枚绣花针 对战令狐冲 任我行 向问天 任盈盈 等四大高手 而稳战上风 一小小的一枚针 竟能拨开长剑 还能令多人受伤 最后又刺下了任我行 一只眼睛 不得不承认 绣花针在高手手里 也能变成 神兵利器 二 寒沙射影 原为五都教和铁手的 随身暗器 后来 和铁手 拜了袁承治为师 改名 和铁手 暗器 也从剧毒 改成麻药 再后来 传给了 伟小宝 伟绝也 这东西的最大好处 就是即使不会武功 也能使用 而且 都不需要 多精确的瞄准 完全是暗器版的 散弹枪啊 实在是 居家旅行 杀人越货的必备 遇到袁承治 这种绝顶中的 绝顶高手 算是可以避开 相信 陆顶纪里 避得开的 最多 就一个红教主 一 火枪 在武侠小说里 多为冷兵器居多 火枪作为火器出现 实在是 有些另类 不过 另类的武器 自然有 另类的英雄来使用 伟小宝 伟绝也 要文采 没文采 要武功 没武功 他行走于 庙堂和江湖之间 两边都混得 风生水起 而他混迹天下的 宝命神器中 威力最大的 莫过于火枪 武三贵送给 伟小宝 两把火枪 威力惊人 携带方便 即使不会 丝毫武功 也能借助火枪 施展出 远超六脉 神剑的威力 这两把火枪 曾经数次 救伟小宝脱困 结合伟小宝的 诡计多端 真是相得益彰 火枪的威力 来自科技力量 远非人力 所能抵挡 实乃当之无愧的 金庸武侠 第一 奇异兵器 兵者 鬼道也 金庸笔下 有着正气凌燃的 各种神兵利剑 也有着 邪气森森的 诡异暗器 武器本不分邪恶 只是使用的人不同 才有了区别 雪刀在雪刀老祖的手里 就是令人 闻风丧胆的邪兵 但是在敌云的手中 就是 伸张正义的神兵 就好像 知识本身 并没有立场 只是 使用的人 不同罢了 我们在生活中 无法手持以天剑 跨海 斩长精 就只能 一步一个脚印 坚实地 走向成功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一袖素衣最狂舞 一束烟雨 任平生 我是九徒 我和我的侠盗故事 还都在路上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